我们本市的居民 我们这个正常的诊疗秩序 一直是开展的 我们从春节开始 我们的普通门诊 专门诊 专家门诊 以及特训门诊 都是开放的 都是正常开放 那现在我们每天的日门诊量 达到也达到6000人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开诊的同时呢 也是做好了很多的预约 现在我们整体的预约门诊 达到50%以上 通过预约来减少病人的一个聚集 另外我们现在的病团和一个手术 也是在逐步正常的恢复 现在我们的日手术量 也能够达到150台左右 覆盖到我们医院所有的专科 特别是一些肿瘤病人 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这个手术 我们在保证员外的同时 我们内部资源进行了调整和整合 就是把一些现在病人 暂时不是很多的病人我们归类 这样的话呢 能够最大限度的 把我们医务人员也整合起来 急诊的收治 我们也严格按照 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严格的筛查 那么择期的病人 随着时间的延长 有很多的病人需要得到治疗 那么我们也要在规范流程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收治 很多的护士我们都是培训 平时一直就有这样一个专职的培训 所以我们有护士和医生出去以后 我们有更多的医生护士 病房的和其他的地方都会来做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血透时 确实医生护士同时承担的工作量 相对要比平时要更忙一些 从下面开始到上远 全部要按照养体温检查身份 身份证登记 其他的做手 所有这个看病这方面 还是正常的进行 这个就是年前没有爆发之前 已经预约好的 还是没改变 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